新北市观光旅游局长陈国军3、4号在私证会议上 对于八仙热源粉层爆炸案 由于无法源依据 新北市府仅能依照场地用途未申请同意 侵罚5万元一事 表达强烈不满 建议市长朱立伦能向立院反映 修改观光法规 加重业者的处分 我会提出修法跟目前加强行政命令的建议 同时我们也会拜托我们党立院党团 要求交往部尽速修法 以上报告 整个的后续的求偿跟法律的 这些所有的动作 必须地方跟中央一起来 八仙承报事件 新北市最后的统计数据 共有494人烧烫伤 一人罹难 对于这次发生重大公安意外事件 朱立伦强调 所有伤患在非建包起付的费用 包括救护车与火石费等支出 新北市府将会全权负责 那我们一定会专款专用 在公开透明的方式 全数用在所有的受害者 跟伤患的复健跟医疗的所需 而新北市府在29号 成立的爱心捐款账户 拆短短一天的时间 就涌入1500多万的散款 民众用实际行动 表达对伤者的支持 而朱立伦也表示 上款将全程公开透明运用 确实送给需要的受害者 帮助他们度过日后的重建之路 凯博大台北苏维新闻 王振兴采访报导